好 繼美國聯準會今天凌晨宣布 升息一碼之後 歐洲還有英國的港行也跟進升息了 目前美元指數走弱非美貨幣 原物料還有全球股市走勢大多是上揚的 我們今天持續邀請到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講師 王文明 老師晚安 老師 美股再稍早開盤 今天的開盤是用點 我們趕快時間交給你 好 我想昨天真的是 一宣布利率決策之後 果然市場緊噴 Nasdaq吞了兩個百分點 S&P也是不遑多讓 也大概兩個百分點上下 目前整個全球股市還是紅通通 今天最重要的訊息 還是來自於超級財報州 今天像Meta Google Apple 今天都有非常大幅的成長 目前Nasdaq指數已經大漲 300多點大概兩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今天全球股市還是一片很熱鬧 非常熱鬧 我們來看一下聯準會的利率決策 今天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為了控制通膨 長期的利率還是要持續下去走 但是升級的幅度還是小於預期 所以也讓美元 長久以來美元指數的強勢 已經越來越弱 今天非美貨幣當然就跟著走強 其中美元下跌 一般而言黃金白銀都會上漲 但是今天美元跌幅不大 黃金白銀倒是漲很多 黃金現在已經一度攻上 1975塊錢 幾個月前在1600 現在已經漲了20個百分點上來了 那白金白銀今天漲幅也超過3個百分點 漲幅都是非常的驚人 但是今天很特別的一點 石油下跌 那因為美國這個石油部門 同時公佈到目前的石油鋤量 還相當的充裕 那也讓石油期貨目前已經跌幅在1個百分點上下 現在爆1桶是76.2 前幾天在80塊附近了 大概跌幅在3個百分點左右 那也讓石油類股今天呈現了兩樣情 今天美國股市非常的特別 這個科技類股大漲石油類股大跌 今天是一個非常蠻值得投資本去關注一個焦點 那另外有一些軟性商品 像咖啡白糖 大家如果要注意一下 將來喝手搖杯喝咖啡要越來越貴了 因為咖啡白糖今天同步創下 這個近年來的新高 所以以後加糖的時候可能要小湯匙一點 這樣要注意一下糖是越來越貴的 好 那麼來看一下近年的股票焦點 今天因為昨天晚上噴出之後 今天再噴連漲兩個大型的這個K棒 這個而且是時薪的 這個就是說開低走高而且收更高 這種時薪K棒 那對於我想對明天台北股市而言 應該也是有非常強大的注意 我們可以仔細的觀察今天的產業裡頭 像Apple Google都是相當不錯的 漲不到兩個百分點上下 其中FB今天一開盤氣勢如虹 過去一步一步都很這個這個 跌的幅度相當大 今天一舉大漲18個百分點了 非常非常驚人了 那當然也帶動了整個周邊國家 像德國 日本 香港 今天股市也都表現得不差 那偏偏啊石油跌了 石油跌之後呢 也讓道琼工業指數 今天是這個完全跟大家脫鉤 這個S&P NASDAQ 紅通通 那個小道呢 小道今天跌了248點 然後這些10類股啊 拓累道琼工業指數的大盤 今天跌了將近一個百分點 然後所以兩邊差距拉得蠻開的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仔細留意一下 像EXOMOBIO KONFILK 這幾家大型石油公司啊 今天表現都相對比較差一點點 那標股部門有一檔叫RPD 也是電動車產業的一間類股啊 也就是投資本去關注 今天大概漲幅有30個百分點 那美股到目前為止啊 航行還沒有走完啊 接下來還有重量級的 勞工局的就業報告 也在本周要登場 相信啊 對本周的這個美國股市一樣 再會有一個強大的推升作用 所以今天這個這一周啊 美股可以說是非常的熱鬧 支持投資朋友持續期待 那以上的美股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還蓬內主播 好另外我們來關心一下 今天台股的表現啊 台股今天在呢 半導體還有元宇宙概念股的帶動之下 今天是強勢表態 中場上漲了175點 收債了15595點 另外新台幣表現也很不錯 繼續飆升收債了29.7元 國會雙生創下了7個月以來的新高 老師目前來看呢 外資都在回補台股 不過想必大家也蠻好奇的 這一波的回補潮 可以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我想今天可以從 Apple這個產業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過去去年當中 新機的消耗量甚至比較差的 當然也讓Apple的股價掉下來 那現在已經在講 Apple失誤了 我相信新的機種 對很多投資朋友而言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前兩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個消費潮一直沒有爆發出來 很可能就集中在這一年 所以2023年 或許真的像兔子一樣往上跳 都是沒有不妨多期待一下 那今天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股會從事上漲 已經下29.7%來了 最高到29.68% 那成交量也到2723億 相信對台股未來走勢來講 只會越來越健康 比較特別是元宇宙 我想今天看到這個FB大漲 其實也可以想像一下 過去威盛宏達店 在研究元宇宙這個概念的時候 始終都覺得好像還摸不著邊際 那終於這個FB能夠有比較大的表態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產業 因為是頭套式的裝置 這個產業 我相信路還很長久 那投資朋友不妨也分一些心情 來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軟體端已經做很多了 老師已經看過很多元宇宙的應用 只是硬體端相對而言 好像來的比較沉重一點 要帶那個鏡頭到處走也不容易 所以我相信這個產業 未來應該是慢慢慢慢 會走向另外一個新的局面 投資朋友不妨去觀察一下 那麼但是今天另外一個強勢股 還是汽車類股 汽車類股今天還是非常的好 像是628的康叔 今天再漲4個百分點 然後4919的新唐 這個做汽車IC 今天再漲3個百分點 那唯獨玉龍 220月玉龍 今天漲多休息 再跌5個百分點上下 不過真的講真的也漲夠多了 那另外相對弱勢 有鋼鐵跟觀光類股 鋼鐵類股也是漲多 然後我想今天的金屬類股 漲的幅度非常的大 那所以投資朋友應該不用太擔心 我相信鋼鐵類股 有這個國際期貨盤的支撐 應該是未來表現也不會太差 那觀光類股今天可以說是全面的 稍微比較走弱一點 那當然也是反映春節之後 市場會稍微比較清淡一點 那這時候我們把我們的個股的觀察名單 也做一些調整 首先我們的玉龍還是持續去觀察當中 那2327的國巨 今天還可以 今天漲0.9個百分點 那1513的中興店 今天稍微也是休息一下 那1707的葡萄王 今天也是短線 跌0.86個百分點 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們今天把淨華酒店拿走 我們來多放一檔叫8046南電 跟著整個半導體的產業 我們來佈局一下 那希望這個個股觀察名單 可以未來可以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那以上是台股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換彭利的主播 大賊靜新網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